Hello大家好,我是薛强 这期视频咱们来测试三个网桥 怎么是三个呢 不是点对点的话 不是成对的吗 一个接收一个发射 以前我都是这样装的 这次是第一次用这个点对多 一个发射两个接收 就是三个 咱们来试试 咱们打开看看 这是网桥 这个型号我以前用过 我翻了一下我的视频 是九个月前用过 当时是一对网桥 带了五个四百万的摄像头 一直运行到现在 很稳定 两根扎带 一个包孤 这是电源 这个保救卡说明书 后边是它的一个IP地址 用户名密码 大家看一下这个IP地址 这三个不是同一网段的 我也是刚发现 你看 这是195.97 这个也是195.96 看这个198 逼个网段 逼个网段也能用吗 我也真不知道 咱们待会试试吧 咱们看一下这个接口 这上写有字 但是这个反光 大家估计看不着 这上写的DC24V 这个电源接口 这有个付位按键 这是LAN2口 这是LAN口和POE口 就是待会把这个 这个电源口 咱们不用 直接用这个POE供电 就是用它这个配套 这个电源 电源上不是有个POE 你看 POE口吗 直接用个网线 直接接到这个口上就OK了 然后摄像头接到这个口就OK了 大家看一下 这桌子上比较乱的 这是三个电源 看到吧 电源通过这个网线 POE供电 直接都通上电了 然后呢 这个是AP端 这两根线 一根是电源 另一根就是这个 接到哪了 接到我这个工程宝上了 然后这有两个摄像头 摄像头呢 随别接到这个 这两个网桥的LAN口上 已经接上去了 看到了吗 然后我在我这上搜一下啊 现在已经能搜到 然后看 看到了吧 两个 一个64 一个65 都正常了 观看一下 随便看一下 然后再换一个 换下边 这个65 观看 看到吧 都正常 然后再看一下 它怎么接线 有的朋友 他第一次用 或者是没有用过的 他就弄不清楚 到底这个摄像头 你是接网桥 这块呢 还是接这个LAN口呢 其实呢 都可以啊 看这是POE口 这是供电口吗 这个通过网线 直接给它 它这个说是供电 它这个不光供电 POE就是数据和供电 都走这个水晶头 是这样的 然后你这个摄像头 咱们刚才摄像头 不是接这里了吗 摄像头离网桥 你就接网桥上就行了 然后你插这个LAN口上 同样可以的 假如说你这个 这接一个摄像头 这再插一个摄像头 可以不可以 可以的 这样可以带两个摄像头 假如你想带两个以上摄像头 咋着呢 那你就加一个交换机嘛 三个网桥 不一个网段 竟然可以正常使用啊 我也是第一次长见识了 改天我问一下卖家 为什么要这样设置啊 有的朋友可能想着 你这个在桌子上 这么近距离是没什么意义啊 其实呢 这次我使用的距离啊 就很短 二三十米远 就隔条路 我要求的是 待机量要高 一边是七个 一边是四个 加起来是 十一个四百万点摄像机 假如说能正常使用的话 那这个网桥就厉害了 到时候能不能正常使用 我都给大家拍个视频 大家拭目以待吧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